在中圈跳球的是邱天和易建联 好 比赛开始这边广东队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 毫无疑问 因为一开场这个队位 但是你让翟晓川的这个身高去抓红明轩的话 不太好抓 对 速度上挺练势的 林树豪 这边是往内线的突破造成了犯规 那次也是 牛角点护 转弱侧 看胡明轩的三分 没有 好球 马上布鲁克斯是点传给了易建联 双手的扣篮 对 因为他当时篮板位 树豪也在篮板位 但马上高太多了 对 易建联 易建联 硬是易建联站在面前 对 因为刘晓宇呢 投篮并不是他特长 马上 马上交篮下 错位 易建联 很可惜没有打成2加1 马上太高了 这球就投上往里送啊 中间没有任何人拦得下来 对 他的支配球 包括拔起来的投篮 要真是说用后卫防的话 那就是很难去防下来 北京的里边后卫线上是上了方术 转远端 李世豪 右手 转身进来 分给朱燕熙 这就是朱燕熙 哎呦 没头见 篮板球又被李世豪拿到再起 这球是制造了广东队的犯规 我们看广东今天开局看到现在半截的时间 我们讲一下广东防守策略 今天广东呢 实际上他的外线的身体对抗强度非常大 但内线无论是阿联还是安日 他们尽量不出来 不出来的原因是 我不想因为夹击或者大延误给你球转 那时候你这前两栏的球车就很难抢 雷姆斯 王晓辉对着他 黄义连 黄义连主要是防右手 投了 直接拔起来 中距离不中 这个就是广东给北京仅有的机会 对 这全是中距离的位置 对 阿联徒右手 单打 觉得有点脱手 打汉密尔顿是不好往里打的 诶 差点 不敢起 不敢起 马上 舒豪 给龙杰力好球 舒豪在给他的空间里 从攻至到杀伤到船 的确是给出了一些精彩的球 但是这些球呢 就是从这个场面来看的 确实打得很聪明 但不是特别解渴 嗯 啊 现在呢就是 需要一些比较横的球 啊 嗯 那边刘晓宇防卫姆斯 这球马上直接投了 来 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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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豪 对 中距离 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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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是这种球 对 要惩罚这种防守的策略 对 我们对内线 一锦连加任俊飞的组合 篮板球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广东最强阵容了 对 一锦连任俊飞 双刀加赵锐 哇 还是同样的战术啊 赵锐 看刘晓宇防得不错 对 看刘晓宇刚才这个位置 防得真好 好球 一锦连 一锦连 外线的三分名撞 这是今天进的第一个三分球 出来 林书豪还了一个三分 林书豪在第二节 明显比第一节果断了 就是咱们刚才说完 那个不解渴 解渴就得干 邦邦干俩 对 话音刚落 邦邦干俩 那么 明显头的果断 打开之后 任俊飞再出来 看一锦连 这球有两个人扑过来了 黄冲队退得很及时 马上 出发二组右手 再来一个 再进一个 好球 林书豪 连续的两季三分命中 维姆斯中距离 看一下一锦连 把前场篮球拿下来 有意见连在都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概念 你从进攻的空间 后场前场篮球的冲 篮球的这个 保护 都不一样 这段啊 北京好还是好在 首先还是好在进攻出色 对 半场真地方还可以 但是是因为进攻出色 才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退守 嗯 林书豪 三次 中远距离跳投 林书豪 花 最深的三分命中 在过去的这五分钟里 是今年CBA到现在 我见到林书豪 攻得最凶 对 投得最坚决的一个时段 对 大家知道林书豪有一个 就是每进一个三分球 向慈善组织捐赠三千元 对 呃 林书豪在CBA呈现出的打法 就是轻易不投 轻易不投 轻易不投 对 但在过去的五分钟里 三个三分 一个中距离 改变广东的防守了 对 林书豪 一条龙 过 林书豪 外向空了 看这三分球怎么样 呃 随着林书豪四季连珠炮啊 呃 比赛在势头 再向北京这边转 对 呃 每次都是挡左手 林书豪 中距离 短了 正掉手里 对 但是这球你看到没有 因为一剑连出来了 对 所以里边没有篮板球 这就是试 这就是改变了他的防守 你虽然没投进 是吧 但是广东现在不敢放林书豪投了 当当当当 四个 那大家看一剑连出去了 出去 丢篮板了 这时候就是心里的博弈了 当然这个呢 也是 见招拆招 北京队里边把广东队开局 因为你呢 就不可能说因为 对方啊 有这么一个 就是拆招的成功 马上去改变自己的策略 看篮板 李锦连 哎 啊 那球 很可惜啊 脱手了 当然林书豪这边呢 在进攻端注意力 也是保持着非常集中 呃 这都是比赛的势头 对 啊 呃 出来 就是什么 靠进去 李锦连 哦 这球被汉米尔顿盖掉 对 对 看这球 啊 这个啊 确实好帽 啊 你从底下身体对抗 这球呢 其实阿联本身啊 也想我挂你一下 对 然后我造你的犯规 对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对台北远尺度的考验吧 45比44 双方的进入到暂停 哈哈哈 收入的非常小 嗯 大家看 李锦连 来一个 好球 三分名中 北京要一暂停 来 这是李锦连今天投中的第二季三分九 啊 比赛真是精彩啊 哎 但是呢 其实 就在我预想中啊 广播队 就说你要是短时间内打阵地 还是有武器的 他只不过就是说 长时间的我跟你磨阵地 可能会觉得有点难受 是 因为今天呢 没有跑出来的机会 对 这一二呢 因为广东呢 今天外线呢 其实不是很准 对 啊 啊 小小川 第一位打杜仁望 中间林树豪的空切 好球 这球切得真坚决 啊 稍微有一点不坚决 这球就没了 对 对 给苏豪 苏豪去攻胡冰轩 对 拉开 拉开 啊 没有要挡拆 还是要了 嗯 走右手 不 直接拔起来 要一个 仍然保持着手感 哼 他攻不到北京籃下去 对 发挥不出他风线和内线的高度优势 叔豪 九 单打维布斯 哼 难 无人之境啊 今天有点林疯狂的意思 林志豪 看上去像个联防 抛头被盖掉了 四秒钟 错位 但是呢就是把一锦连吸引过来 后边没有人拿篮板 是个联防 看 对 是个联防 四秒钟 来了 漂亮 直接摁下了汉米尔多的扣篮 对 过来之后呢 马上布鲁克斯的推进造成了北京队犯规 这球太关键了 对 一锦连 这是个启示的球 一防下来马上全力往前推 刚说完啊 就是即便是外援 能够在一锦连面前拿下半场球 拿下21分11个篮板都不容易 不不容易 其实呢 北京呢 风 篮板又是一锦连大再起 对 又一次造成犯规 其实呢这个广东呢 不是北京 广东呢 就是不要叫那么多挡拆了 对 因为你一叫挡拆呢 对方那个大汉 说的内线就出来大延误 大延误你就定那了 你不要叫挡拆了 因为锋线这个你无论是马上打呢 还是维姆斯打呢 在锋线上都是一大打小 你就一打一 对 对 方硕跟朱远奇挡拆 朱豪 朱豪进来了 这球走步 在红明轩判断得非常出色 朱豪啊 确实是有点累 就是从他最近几个球的这个选择来看 就是像你说的 希望方硕能打几个 说好点 我先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吧 其实输得挺可惜的 对 我们就第一局跟就是第三局的second half 可能没有打得那么好 然后你跟一个非常强的球队打的时候 你要大部分局部 百分之百四十八分钟都打得很好 那其实第二局也有一段追分 然后追上比分了 那么厦门长为什么会出现 大家出手不果断呀 然后都是到最后一两秒钟 才强行出手这个局面 他们也用他们的full court press 然后他们就把我们的节奏就打得比较慢 所以我们也需要看一下 怎么怎么打得比较快 然后不要让这个full court press也影响到我们 然后我自己也就是需要打得比较好 打得比较静静心 然后我觉得我们全部的球队 比较好的一个经验 我退休的时候 肯定会记得这场比赛 也有跟别的朋友打过 所以到最后还是 我们都是非常感谢 有这个机会可以打球 对 好